好 继续来关心原住民代表平岛不定质询的重点 当然就是原住民族的事物 包括了部落聚会所的管理使用办法 拉拉爸志工队的协助 还有记忆文化补助金等等 平岛不定都是以站在最基层的立场 来向事工所提出建议 原住民代表平岛不定质询重点 都是攸关着原住民的福利和事物 包括部落聚会所的管理使用办法 拉拉爸志工队的协助 还有记忆文化补助金等 平岛不定都已站在最基层的立场 向事工所提出建言 机会所已经盖了四个机会所 但是它的管理办法 其实各个部落机会所完全不一样 那是不是因地而置疑 然后跟制定管理办法的时候 能够跟当地的协会部落的头目 跟加州安干部甚至族人 一起来开会 严于一个最适当的机会所管理办法 志工拉拉爸 他们是花莲市最大的志工团队 他们除了迎兵打手环境之外 他们还要研习 他们甚至还要帮族人做很多事情 我希望市工所在这个区域能够给予他们适当的关怀 补鱼记 狩猎记跟封联记 给的经费基本上是齐头次的平等 我觉得对这些很认真的部落来讲 是非常不公平的 我想说请市工所对一些非常认真的部落 给予他们适当的鼓励 对于代表的执行 市工所原型客长也做了说明和回复 并且表示会加强原住民事务的推展与修正 介络会换市报道